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老外看中国 我是郝一博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中国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 中共网信办8月11日公告指出 因涉嫌违反网路安全法 存在传播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信息 腾讯微信新浪微博和百度贴霸均遭立案调查 自6月1日实施网路安全法以来 中共对国内和国外公司的网路审查 都进一步升级引发不少争议 外界认为此法规实际是打压并持续收集言论自由 北京宣布从8月15日开始 冻结北韩的煤炭、铁、铅、水产动物等进口 中共外长网易并称北京将落实联合国制裁北韩 据了解北韩高达九成的出口总额流入中国 如北京采取制裁将重创北韩 过去几个月美国总统川普不断对中国喊话 要求中国解决北韩问题 8月12日川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再次进行电话会议 双方同意北韩必须停止挑衅行为 并希望实现无核化的北韩 中国与印度持续边境争端 中国媒体8月15日报道 中共军队已将短程防空飞弹系统红旗17运至西藏 以应对印度轻型武装直升机北极星中队 另据印度媒体报道 日前双方护制石头大打出手 两边人马都有受伤 安徽一名沉迷网路的18岁少年李奥 8月初被父母送去一所特训学校借出网瘾 但抵达学校不到48个小时 李奥却一遭虐待死亡 尽管死因仍在调查当中 但李奥父母表示 儿子全身上下有20多处伤痕 据相关新闻报道直出 近年中国出现不少借除网民的学校 但校方为控制学生管理方式相当激烈和不忍道 使用手段包括电击、体罚、服药或觐见亲属 网民超级低俗屠夫的中国维权人士吴干 于2015年的709维权律师维权人士大抓捕事件中被捕后 在本月14日遭天津法院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闭门审理 法院微博称吴干当庭认罪将择日宣判 然而吴干日前已透过律师发表开庭前声明 表示自己无罪无悔 顾民间质疑其认罪是否和709 其他遭判刑律师和维权人士一样 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被认罪 台湾知名歌手蔡依宁2014年的单曲《Play or Pay》 曾入为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 并拿下当年语曲台湾热门音乐影片点阅冠军 但近日却传出上海文化局以歌词低俗为由 禁止她于9月商演演唱该曲 针对禁唱传闻 蔡依林的经纪人表示 不清楚主办方报批情况 但过去确实曾发生类似状况 通常经解释后可顺利过关 而这也并非中共当局封杀流行歌曲特例 2015年中共文化部公布音乐产品黑名单 包括MC Hotdog的《我爱台妹》 张正月的《Trouble》及《黄历行》的《我的梦中情人》等120首歌曲均在网络下架 香港民主党成员林子健指自己于8月10日下午约4点 遭到一位内地人士绑架 被禁锢约9小时 并遭殴打虐待大腿上钉入钉书针 该事件爆发持续在香港延烧 但五天后案情出现戏剧转折 香港警方指出林子健说法与监视器记录有所输入 影片显示他未遭绑架 故其涉嫌以虚假资料误导警务人员 但也有网友质疑 片中男子相貌不轻 可能有人刻意假扮林子健 民主党方面则表示现阶段不宜评论案件 待案件水落石出 会给予公众交代 香港高等法院8月17日宣判 2014年重夺公民广场案刑期复核结果 判求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 8月秘书长黄之锋6月 以及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7月刑期 原先三人分别被判处社会服务及缓刑 但律政司认为判决过清提出上诉 要让三人即刻入狱 另外2014年6月香港立法会 被强行通过新界东北发展前期工程拨款 引发13名社运人士冲击立法会 此案件同样被律政司申请加刑 对此港大法律学系副教授戴耀廷引述 英国大法官Lord Hoffman说的 有人真诚的违反法律 去挑战法律或政府行为中的不公义 那才是文明社会的标记 8月20日香港多个民间组织及政党发起游行 声援这些成为阶下求年轻人 好的 以上就是这周的老外中国周报 大家觉得如何 欢迎留言 新的观众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